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8岁老奶奶教我保存方法 可以吃上一年都不会坏 依旧惺惺惺惺的 大家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第一个方法 我们来准备一个干净不粘油制的盆 碗盆中放入一把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将食盐充淡为食盐水 然后将我们需要保存的春笋 不用去壳 完好无笋的 将它放到食盐水中 我们尽量让这个食盐水 浸泡没过春笋为止 因为盐水它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并且可以维持春笋自身的呼吸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持住它的新鲜度 这个方法来保存春笋 30到45天左右依然是新鲜的 第二个方法 首先我们用刀在春笋表面上 给它划上一刀 然后像这样 用手将头剥开 就像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筍肉给剥出来了 然后再用刀给修掉一些 我们留下优质 新嫩的筍肉就可以了 头巾部分我们也要修一下 修完后就像这样 像这样的春笋才是新鲜油脂的 这样的春笋口感也会比较好 这个方法它比较适合保存大量 虽然现在比较麻烦 但是在煮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方法它保存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需要保存的春笋去壳好了之后 我们再用刀从中间破开 然后再次破开 将它分成小块 像这种小个的我们就只要将它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凉水下入锅中 再加入比平时炒菜多那么一点点的食盐 然后开启大火 把水烧开后再煮五分钟左右 我们用盐水煮过的春笋它是不易变质的 因为食盐它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且同时还可以锁住营养成分不易流失 这样处理过的春笋口感更加的鲜嫩脆爽 而且还不变色 五分钟后我们将春笋控水捞出 然后将春笋把放在竹篮上 让它晾凉 同时晾干表面上的水分 在春笋彻底晾凉晾干表面上的水分了之后 将处理过的春笋放在保鲜膜上 按钝量的将它给包裹起来 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排除里边的空气 让它处在一个密封的状态下 就像这样 把它给包裹好 然后我们将它放在一个保鲜盒中 然后再盖紧盖子 让它密封起来 要是晾扫 在短时间内吃完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进行存饭 这样保存上三个月 一人是新兴春冷的 那么要想长年都能吃到春笋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放到冷冻室里 进行存饭 这样保存上一年半载 一人是新兴春冷的 第三个方法 我们可以来准备一个烧制的瓦缸或者是瓦罐 我们在地步给它铺上一层丝的细盒砂 大约有10公分左右的厚度 然后将完好无损的春笋 头巾朝下 根部朝下 像这样的放在这个盒砂的上面 依次将它们排列在容器中 然后再次用盒砂 将它们的这些空隙给停满 同时第二次加的深度 大约也是在10公分左右 但是不能将笋筋布给盖住 最后呢 我们将它放在一个通风阴凉处进行存饭 因为盒砂它可以让春笋透气 而且还能保持它的营养以及水分不易流失 这样来保存春笋 30到50天依然是心心却冷得 此方法是最老套的一个老方法啦 非常的实用 第四个方法 我们来准备厨房纸巾 然后春笋不用去壳 我们将它完好无损的 像这样放到厨房纸巾上面 用厨房纸巾将春笋给包裹起来 两头都给它像这样弄贴合起来 用厨房纸巾将整个春笋都包裹在里面 我们再用保鲜膜将它包裹一次 冰包的时候冰排除里面的空气 我们要让竹笋在里面处于一个密封 并且没有空气的状态下 就像这样 把整个竹笋都包裹的粘实 让它密封起来 不要让里面有流动的空气 因为纸巾具有吸湿繁槽的作用 保鲜膜呢 它又很好的让春笋与空气隔绝 这样可以很好的让春笋在里面 有着很好的水分对流的空气 这样弄好了之后 我们将它放在长风下通风液凉处进行存放 可以保存45天左右 依然是星星吹冷的 要是将它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进行存放 可以保存三个月左右 依然是星星吹冷的 方法很实用 好了 以上就是四个保存春笋 星星吹冷的好方法了 春笋非常的营养又美味 要想长年能吃得到 就赶紧抓紧时间保存起来吧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就帮忙点个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才不会迷路哦 拜拜